食辣可能会导致流汗,流鼻水,心跳加速,胃痛,甚至是磋火变变 但致弱的人类就是喜欢吃 Hello, 大家好, 我是 Brian 今次皮毛小知识再和大家简单讲一下 食辣对身体所产生的奇异反应,好处和坏处 如果你是第一次接触我们的频道 皮毛小知识主要是介绍由失踪甚至无用的冷知识或流行文化 如果有兴趣不妨订阅我们或加入会员 Let's get started 当人吃辣食的时候,其实是会引起身体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有内在有外在,而且是明显和即时 绝大部分人会出现的即时反应当然是流汗或者流鼻水 首先我们不是由美国所感受到辣 辣并不是一种味道,而是神经系统感受到的刺激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会先刺激口腔里面的感觉神经 引起口腔、泥和喉咙的灼热、刺痛甚至有麻痹的感觉 同时因为大脑感受到危险而启动了防卫机制 为了保护肺部免受有害物质入侵 指令Blymoka的分泌而引致流鼻水 辣椒素进而会刺激美国神经受体和消化度 神经系统会释出一种叫前列腺素的物质 它会导致细胞和血管膨胀,从而增加血液流量 造成大脑以为体温上升的错觉 虽然实验自己吃辣可能会令某些人体温 轻微上升涉至0.1至0.2度 但实际上并不会真的导致体温有明显的改变 而只是神经层面上的快热感觉 在排汗是否能排毒那条片里有提过 流汗是我们身体负责调节体温 最主要而且高效率的降温机制 透过汗水的排出和蒸发来带走体内多余的热能 进而降低体温 换言之食辣就会令大脑产生一种身体发热的错觉 继而指挥皮肤作出排汗的反应 顺带一提,因为食辣所导致的体温上升是错觉 所以在寒冷天气食辣是不能为身体保暖 更甚是因为错觉而作出不必要的排汗 而令身体更冷 这种不必要的排汗降温反应 亦可以解释到东南亚炎热气候地区的人 为何会那么喜欢食辣 当辣椒素进入身体后 会按份量与不同人的体格 而对身体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 有时会引致喉咙肿胀而导致声音沙雅 有些人就因为刺激到隔神经而导致打斯益 之后就会再刺激胃部 同样都会令到胃部产生却热甚至刺痛的感觉 严重的还更加会造成胃痛 因为辣椒素并不能完全被消化 如果吃得过多 剩下的辣椒素就会沿着消化系统 一直刺激着所途经到的器官 直至排出体外为止 因为身体希望快点将它们排出体外 也可能会导致肚 吃得严重过辣的时候就更加可能会呕 有时如果在晚餐吃得太辣 过量的辣椒素就会留在体内一直刺激胃部 以至消化系统 而可能令到人睡不着 吃过净辣麻辣火瓦或者炭仔大辣的朋友 都可能试过在第二天变变的时候 出现火烧屁屁眼的感觉 这个其实都是由辣椒素刺激到肛门而来 火烧屁屁眼的科学说法是 辣椒素触发长度信态感受器电位 一样离止通道TRPV1的痛感受体 YES! 另外你或者你的朋友在吃辣之后 身体可能完全没有反应 不会流鼻水甚至不会流汗 事实上吃辣所引致的大脑错乱反应 基本上是人人一样 但最终是不是会造成上面所提到的身体反应 又是因各人体格而异 背后的原因可以相当复杂 单是以排汗为例 性别、人种、年龄、汉市分布和发达程度都可能有关 极少数人可能患上小汗症等等 尽管吃辣会刺激神经急剧活动 不是人人都能接受到 但适量的辣其实对身体有很多潜在的长远益处 例如是降低坏胆固醇 研究指红辣椒可以降低低密度子蛋白LDL的水平 LDL被认为是与心脏病有关 胃部健康 辣椒素可以抑制胃酸分泌 可能有助防止胃肺瘍 对于痴肥的人或者注意体态的人士来说 就可以抑制食欲促进新层代謝 间接促成燃烧更多卡路里 一些研究也显示 辣椒素可能会减少人类对吃甜食或者游离食的欲望 食辣椒也可以对长度产生镇静 抗化炎作用 并改善长度微生物生长 有助长度健康 辣椒素也被证实有助皮肤健康 可以减少某些炎症和感染 亦有助预防癌症 增加血液循环 甚至降低死亡风险延长寿命等等等等 不过任何东西吃得过量都会有害 尤其是长期病患者就要特别小心 少量辣椒素都可能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严重不适 因为吃辣的刺激反应 始终都是来自人体的对抗或者防御机制 所以凡事都是要适可而止 至于怎样才是适量其实都因人而异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聆听你自己的身体 吃得过量他就会告诉你了 我就曾经有过一位朋友 因为吃坦仔大辣而导致身体不适 之后还拖了一个星期火便便 好了今天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喜不喜欢吃辣又吃得多辣呢 如果大家对吃辣有什么看法或者资料上有什么补充 都请在下面留言和大家分享 其实这类关于身体少知识的题目以前间中都会做一下 但上一次都已经是年纪之前 我刚刚就做回一个playlist 原来都有整十几条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 希望你喜欢这条片 如果你觉得条片都OK 就请你按一下like share出去订阅这个频道 同时按一下小钟 或者加入做会员 多谢你的收看 下次再为你带来另外的皮毛 好少知识 拜拜